阿西进口鸡蛋 这里面很多的真相 没有搞清楚 这个不能因为 这个农业粉砖 林北好油 他的恐吓事件 是自导自演这件事情 鸡蛋就不追了 可是我们来看到 光是这件事情 蓝绿的回应 还有反应大不同 那当然包括林北好油 他后来在领书道歉 也贴出了民进党党政 可是民进党中央怎么说呢 我们看看绿营的说法 绿营说 好油是线上加入民进党 党内人士说 这是从缝隙钻进来 根据了解 林月红2020年线上入党 但当时的机制和介绍人 并不相互相认识 民党员应该要认同 民党理念和价值 所以他们很严重的怀疑 林姓男子 就是林月红当初入党 是有目的性的 民进党的态度很清楚 违反党纲党章 立刻开除党籍 所以他们现在定调说 居心叵测 你是从缝隙钻进来的 好那这件事情呢 因为国民党党工也有涉入其中涉案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态度是 为督导不周道歉 曾明宗说 许姓党工是政策会最基层的人员 许姓党工选择协助好油 基于个人交情和党务没有任何关联 向社会大众道歉 个人监督不周 感到惊拍谁 对于这起事件 国民党团有三个意见 谴责造假 支持依法侦办 同时持续追查进口袋 但民党没有在跟你追查进口袋的 好不好 现在这个风向了一路打 打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是今天继续开记者会 记者会说 针对临北好油的恐吓式自导自演 说一场廉价的自导自演 换来了一个中央部长下台 陈吉仲 成本极低成效极高 如果未来外界开始仿效类似的情况 恐怕会造成社会大乱 好那么另外蔡培会委员说 这就是水很深 不是只有言论自由造假的问题 许哲宾和 就是国民党这位党工 和云林张家的关系 已经被外界检视 我认为临北好油 就是要用情绪来干扰台湾 为什么呢 云林张家的人 云林张家掌握了农业帝国 也掌握了台湾的果菜市场 也就是北农 所以临北好油 是为云林张家服务 同时配合柯文哲 攻击吴英明 那事实上不止这个 不止蔡培会 蔡培宇也在讲 他说这个临北好油 曾经到云林县府替张家服务 开始用农业议题攻击了 当时的农委会 后来的农业部 想把陈吉仲 还有北农前总经理 吴英宁拉下台 那么蔡培会也特别讲了 很清楚 他说就是要透过食安 透过价格来影响台湾的选情 所以现在宾哥 完全开始打张家 但接下来我们也看到 已经扯到了柯文哲了 就说联手柯文哲要攻击吴英明 打张家打蓝白打猴诸柯 没有我觉得这些人是编小说了 在乱扯什么东西啊 云林张家 他到底是跟哪一个张家比较熟 是跟云林张家还是嘉义张家 昨天他回蔡逸宇那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有 其实他很明显 他已经明讲 就说你蔡逸宇当初跟张花冠是什么关系 然后后来你为了陈明文怎么样去背叛张花冠 他为什么要去帮张花冠讲话 他帮助的到底是云林张家还是嘉义张家 我觉得这个你要去搞清楚 现在民进党这些人在乱点鸳鸯谱 规扯一大堆 你能注意到他的套路很奇怪 现在连赖心得都定调 是国民党党工在自导自演 可是问题是林本好游是民党党员 党政都秀给你看了 可是他说他从凤系专进来的 凤系你个头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是到2020年3月之后才改成现在的规定 也就是说要有介绍的人才能够进来 那2020年3月以前那个凤好大 大家都可以进来 这什么凤系啊 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开这种方便之门 理由很简单 为了方便登记人头党员嘛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所以是他趁细专进来 是你民进党根本藏污纳垢 有多少臭鱼烂虾都经过这样子 变成民党党员 民党党员就一堆线上报名的 我还第一次听说过党员可以线上报名的 我真的第一次听说过 然后也不用经过任何查核就可以直接这样进来 这真的是难怪那个时候 民党内部人头党员竞争这么激烈 就是你们自己搞的嘛 这哪是缝隙 这是你们故意开的大门 还有一时讲 这是丢人现眼到极点 然后现在出事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整个全部转移到 林北好游是跟国民党结合 可是不是耶 林北好游 基本上就是你民党党员 他为了什么原因入党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你民党党员啊 当你在叫国民党出来道歉的时候 因为国民党的党工有涉入其中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嘛 国民党有没有道歉 郑明中有出来讲话 那民进党要不要道歉 没有 目前没看到道歉的两个字啊 民党当然要道歉 你的党员才是主谋耶 你忘了这件事情吗 那个国民党党工顶多只是个虫犯 不是吗 小弟而已 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我也顺便要骂一下 两位国民党 你们国民党对人太苛刻了 三万五对不对 这位许哲勋三万五 他已经38岁了 才给三万五的薪水 你们国民党是什么血汗政党 真的 真的我就觉得你们自己要好好检讨 难怪人家只好处理外面兼差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是够了 然后现在他们在乱扯一通 你知道我听到他们扯到什么 乱扯一通 这是中共的认知作战 对 甚至你谢金河都跳出来讲说 连下一个人选都已经先say好了 对啊 说下一个就是王美花 其实你知道我也认为下一个可能是王美花 大家都这样看 你知道为什么 不是因为中共要对付他 是因为他真的太烂 他什么也不懂 老实讲 今天蔡美威你们这些人跳出来说 成本非常低一个林北好优 牺牲掉就干掉陈吉仲 陈吉仲这么好你现在恢复他 你叫他回去干农业部长 农业部长还没有人不是吗 你叫他回去就好啦 吴凤行接轨啊 叫吉仲干得好棒棒继续回来接啊 我真的非常期待你赶快叫他回来 你敢吗 你们不是说陈吉仲都被冤枉了吗 一切都是造谣吗 那叫他回来啊 而且担心会造成社会大乱 那以防社会大乱就让他回来好 现在就陈吉仲重重新回来作证嘛 对不对 那就可以继续进口蛋 蛋价也不会涨啊 赶快叫他回来 为什么不敢 我笑你不敢啊 因为民党都一群唠种了 只敢这样讲而已啦 你们其实心里也希望陈吉仲哪来滚 只是你不好意思讲出口而已 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今天很正确的事情就是 陈吉仲是一个烂货 所以他本来就该滚 民党内部也一堆人想让他滚 那他走了其实民党很多人很庆幸 可是呢 这个时候因为林北好游出现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故意好像在帮陈吉仲报区 实际上不是 他们只是要趁这个机会去咬国民党而已 对目的就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这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他们咬归咬 我觉得咬的 我不认我本来其实前天晚上我认为 哇如果真的是国民党党共干了 事情会伤到很严重 结果后来我发觉整个情况演变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现在真正要好好去思考解释 恐怕是民进党吧 你们的党员到底在干什么 你赖兴德说民党党员都应该是认同民党理念 确定是这样吗 你们都可以线上 一个政党可以开放线上报名的 还有什么理念可言啊 根本没有任何理念啊 那你们整个政党都在乱整 但他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想办法 让大家转移对臭蛋的 继续追查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民党想的太天真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臭蛋这个事情不是单纯的政治事件啊 他是人民的生活 只要还是有民众买到臭蛋 这个问题就会持续发酵 这是你民党自己造成的结果 所以与其去做这种政治工房 不如赶快去查清楚 你425万颗蛋到底跑到哪里去 你把这个往下流的方向 整个流向追查清楚之后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确定 把它找回来 民众才开始会比较安心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伙优优独播剂 小伙优独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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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优独播剂